小伙伴们注意看 淡宅岛中的绿色树木 枝干粗壮 但是很诡异 在绿色树木的顶部 却顶着一个半圆形的绿色球体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半圆形的绿色球体 就是绿色树木的树叶 错 大错特错 其实 纳树顶部的半圆形的绿色球体 它并不是绿色树木的树叶 你们都被欺骗了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吗 众所周知 在淡宅岛的街道两侧 栽着绿色树木 如果你在淡宅岛中 也见过绿色树木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在淡宅岛中 有的很多植物 都是有叶子的 比如说 亨泉四周出现的灌木丛 我们可以看到 球形的灌木 它的叶子是片状的 并且 还有淡宅岛五叶剧场的左侧 我们也可以看到 体积渺小的四叶草 它的叶子也是片状的 对了 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宅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而唯独淡宅岛中的绿色树木 它非常的诡异 在它的树顶部 顶着一个半圆形的绿色球体 而不是片状的树叶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借助星河淡淡车 我们可以上到绿色树木的顶部的 在它的上方 也是没有看到一片树叶的 所以很显然 绿色树木上方顶的 这个半圆形的绿色球体 它并不是树叶 如果它是树叶的话 那么它一定和草叶 灌木丛叶一样 都是片状的叶子 而不是一个半圆的绿色球体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